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裡面很多寶貝 傳統絕對不是老掉牙 已經沒有用的東西 傳統是經過時空時間 考驗存活下來的好東西 台灣的蛇窯其實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福州 在台灣落地生根已經有兩三百年的時間 天心窯成立於1955年 我們經過62年的發展 天心窯一直保有一座持續不斷騷擾的老蛇窯 這在台灣已經是僅存的一座人在燒窯的老蛇窯 一般講到柴燒跟電窯瓦斯窯的差異 大多數都會先想到落灰 木頭或者是粉塵燃燒的灰燼 它落在胚體的表面上會形成比較溫潤 古樸這樣子的質感 搖氣是我們自己的說法 類似那種內力 比較長期使用的搖 內部會蘊含比較多 可以影響柴燒風格的物質 張香是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推出的系列產品 它是我們利用極極綠色隧道的老張樹的意象 開始命名 它本身呈現的就是像張樹樹皮的花紋 這個痕跡 它是要製作不同乾濕程度的器皿 然後利用拉配的手法 由內部往外去推擠 拉配的技術要非常純熟 師父本身就要經過多年的鍛煉 要有很長時間的摸索 才可以完成這樣的技法 張香的發展過程 跟我們的生長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綠色隧道之伴隨著天心窯一起長大 所以我們希望從朝夕相處的角度開始 述說我們在這邊成長60年的故事 我早期接天心窯的時候 沒有成立可學 只能參考日本、歐美 我學習歐美、日本以後 發生一件事情 日本很多文化是從中國的唐朝過來的 歐美很多是東方的哲學 我們才有 我有一個很重要 想要執行的一個理念 是中國的古老思想 叫天人合一的哲學 天就是自然 人就是文化、人文 所以我們希望用古老的柴燒 加上人的想法 我也已經很會控制這個柴燒了 可是我不想完全控制 只要留一個空間給老天爺來創作 謝謝 謝謝我們第三代 姚主林老師的邀請 然後還有我們第四代 我們新浩師城 新潔小文的團隊 打造我們今年 這麼別開生命的陶藝節 那今年是第十九屆 也是我們天心窯 第六十二週年的窯慶 那我們在今年 天心窯是我們鎮上最古老的窯 而且我在開幕的時候有說到 就是天心窯是蠻適合 順路旅遊的一個店 那包括我自己的朋友 如果來集集的話呢 我也會帶他們來這邊 一起玩陶 當你沈浸在這個陶藝的世界裡面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一下子三四個小時就過了 陶瓷商品跟陶藝品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內涵 很多人把藝術這兩個字的定義 講得天花亂墜 但是我用洋人給我們的一個 最簡單的定義 它就是真善美 真就是誠實 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作品要做到鏡上 那美當然是一個結果 我們希望這個作品 是讓你越看越愛 越愛越用 這樣能夠長久的東西 我才認為它是陶藝品 頂愁